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万 又寄领五十两 前日寄望外见 获有探资之赠 金东乃绝无此相 文今年家中可寄完旧债 是男的外有负累 而家无负累 此罪可喜之事 这里的男 当然指的是曾国藩本人 当年冬天 曾国藩原本指望外地官员送点探镜之类 聊已过年 可是判来判去最终 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 曾国藩不得不借了五十两银子过年 曾国藩于一八三八年参加会士 金榜提名 考中进士 得以进入汉林润 成为树籍士 从此步入仕途 到一八四一年 曾国藩已经当了三年经官 三年经官当下来 曾国藩为什么不但没有存下什么积蓄 反而穷得要向人借钱过年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曾国藩作为一名级别不高的经官 俸禄的确很低 一八四一年时 曾国藩任职汉林润检讨 汉林润检讨的级别为从七品 比七品之末官还低 按照这个级别 曾国藩的凤路标准 为年凤四十五两银子 路米四十五 这是什么概念呢 当时 山西巨富乔家大院请的庸人和长工 每年能拿到五十两一百两银子工钱 这就是说 曾国藩一个堂堂经官 拿的是庸人和长工的薪水 大家不要笑七品之末官 正七品之县的日子比金官资论多了 他们每年除了凤路外 还能领到一千二百两银子养联银 曾国藩是没有一分钱的养联银 唯一的指望 便是地方官员来到京城时 会在给金官送上一份探镜 别镜 兵镜等各种镜时 偶尔会想到他 地方官员给金官送各种镜 是希望联络感情 建立利益输送渠道等 曾国藩作唯一 明汉宁愿检讨 民生虽然金贵 手里却没啥权力 谁会想到他 另一方面 曾国藩的日常开支却很巨大 在京城当关 衣食住行不能太寒碜 迎来送往一概都不能少 这些都是需要大把花钱的 曾国藩那点可怜的俸禄 三下两下就花光了 若不付出是他的生活常态 到了春节 曾国藩的开支就更多了 过年啊 恩师慕张阿 齐俊早 府上都得去拜访一下吧 去恩师府上总不能打空手吧 慕张阿是炙手可热的全臣 齐俊早是三代帝师 都是朝廷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给他们拜年 太便宜的礼品拿不出手吧 于是 曾国藩一定得耗费心思 买一些自己拿得出手的礼品 送到恩师府上 拜完了恩师 曾国藩马上拜访同乡和好友 曾国藩要在官场上左右逢源 就必须支撑一张关心吧 同乡和好友便是这张关心往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给同乡和好友拜完年后 一般人就到此节 数了 可曾国藩不是一般人 他还要拜访童年 什么是童年呢 就是一起参加相试 会试的同学 他们也能够在仕途里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比如 曾国藩有一个童年叫刘荣 两人在复经考试途中认识 惺惺相惜之下极为好友 后来 曾国藩创建乡军 刘荣出了大力 1855年2月 曾国藩被石打开打败后 心灰意冷 公愤疾 欲策满腹敌已死 在刘荣等人的劝阻下才放弃了寻死的念头 所以 曾国藩囊中羞涩是一定的 借钱过年是可以离借的 或许正是因为当金官穷怕了 后来曾国藩做了财大气粗的封疆大裂后 经常给金官们送各种镜 也算是回报社会吧 参考资料 清史稿 清朝官员的俸禄 工资收入表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